好 大家好 我今天要教大家怎麼安裝這個 香腸外掛 那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工具 先來到我們的minecraft 把我們這個最新版本的 先給它跑一次 因為它有些該版本的東西需要下載 那這段時間呢 你也可以先下載這個java 然後還有我們的fabric loader 還有這個fabric API 還有我們的boss香腸的這個外掛 ok 那都可以先載起來 這個呢就是我們廣告的 廣告用的link 那就是我們點這個 就是可以直接下載的連結就可以了 那我們看到這個1.18.2呢 就代表已經ok了 那我們就可以先把它關起來 ok 那java呢最好也是要用 我們最新的版本喔 不然會有問題 ok 我們要把我們的這個 fabric 要先fabric loader要先執行 ok它會出現這個 那我們選這個客戶端喔 然後選1.18.2 先拿1.18.2.2來示範 ok那 城市最新版本 那這邊要丟起來 就是建立設定檔 然後點選安裝 ok那跑出這個就代表安裝完成 ok 那我們在這邊呢就可以找到一個像這樣的 安裝檔 那一樣開始遊戲 那它會一樣會下載一些 它要下載的東西 ok 好 出現左下角這個 就代表你已經完成 安裝這個fabric loader ok 那fabric loader安裝網會有什麼特徵呢 就是我們打開我們的資料夾 那它會出現 回到minecraft的資料夾 會出現一個mods的資料夾 ok 這原本是空的喔 因為我已經下載過了 ok 所以裡面會有東西 那 就是把我剛剛講的fabric API 這個下載完 還有worst的1.18.2 下載完之後呢 那把這兩個檔案 都JR檔喔 那把它丟到這裡面 mods資料夾裡面 那我們再把它關掉 然後再重開一次 那我們再開一次 那Java的版本一定要安裝到最新 ok 那我們來到我剛剛創的這個單人世界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安裝完成 ok 就我們看到左上角呢 就是會有一排的英文字 那之後我會 我可以再做一支影片講解呢 就是這裡面的一些功能 有一些好用的功能是什麼 這樣子 那基本上跑出左邊這一行 英文字呢 就代表你已經安裝完成了 ok 那今天的教學 我們就到這邊喔 謝謝大家 掰掰